那我請教一下明傑 昨天我們追蹤 這個網路媒體爆料 其中一個歐巴馬跟小拜登的 這個合照照片當中 那內容涉及的故事是 當年的這個中國捐獻的 10億美金資金 換得的是歐巴馬 在南海的綏靖政策 所以使得中國可以在南海 擴張軍事跟島礁 然後外界在追的是 當年柯林頓主政的年代 也把關鍵的軍事科技技術 讓給了中國 講到柯林頓政府的時期 事實上我們觀察幾個面向 我們簡單中整來說 事實上針對柯林頓政府 應該一試 把它不管是包含導彈技術 核武技術甚至超級電腦 用一個默許輸出的方式 那提供給中國 這樣的一個懷疑 其實在柯林頓執政期間 就已經有非常多的媒體 在進行調查 那包含華府的智庫 包含學者也出書 包含像非常有名的 美國的眾議院國會的一個 考克斯報告 1998年的時候 那這個報告裡頭 事實上這一個等於說是 本來美國共和黨 他的加州的眾議員 一個叫考克斯 以他為名 成立了一個在調查 中國跟美國中間 所謂的商業跟軍事 機密中間的連結 到底為何的一個 機密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 事後並沒有正式對外公開 但是有一些訊息曝露出來 但是他重要的一個結論是說 這個經過調查 美國在柯林頓政府時代 至少有七種核武設計的機密 可能疑似透過商業管道 這個洩漏給中國 那中間談到包含像兩種核彈頭 一個是W這一個88 另外一個是W70 那W88其實是非常敏感的一個高科技核武的一個管制品 那特別是他是用於這一個二亥二級核潛艦 彈道飛彈核潛艦上面 他的一個三叉戟二型搭載的核彈頭 那他的一個核當量高達四十七點五萬噸 那這個威力是非常的強大 那同時除了這一個彈頭的技術儀式外洩之外 另外包含像核彈的一個小型化的關鍵技術可能也洩漏給中國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中國的一個包含像他後來發展出來的東風三十一東風四十一 為什麼號稱有所謂的多彈頭MIRV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基本上就是像這個從先前從二亥二級潛艦上面三叉戟的這個 等於說W88核彈頭中間應該是仿冒學習來的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等於這個報告裡頭也有質疑 另外還有同時就是說飛彈的這個技術 其實還有兩個關鍵第一個就是導引的技術 導引的技術就是說你飛彈要打得準 打得準中間有兩個傳統上來講遠程的飛彈中段一定是用IOMS 那現在新的有衛星導航叫做GPS 那IOMS我們觀察就是過去早期的時候 中國派很多的科學家 其實這種慣性導航他是到蘇聯學的沒錯 所以他們早期是具備IOMS慣性導航能力 但是慣性導航的偏差值很高 很容易打偏 所以到後來有新的所謂GPS 那GPS我們觀察就是為什麼前一陣子談到 他現在的北斗三代衛星 很快的就已經這個打造完成 那這個剛好時間點我們往前推的話 大概是兩千年之後 北斗從一代二代到現在三代 短短的時間就構築了一個所謂的全球的一個導航的系統 那這個導航的能力 其實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在柯林頓時代 那時候已經偷偷的透過商業管道 洩漏給中國去進行研發 那最後一個還有發動機 發動機當然可能技術過去來講 比較可能的來源是烏克蘭 但是也不排除有美軍的技術在裡頭 那除了這個核武跟導彈的技術之外 還有柯林頓被指控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超級電腦的一個能力的一個洩漏 因為我們後來觀察說中國近幾年來 他在這一個超級電腦上面的發展 好像是這個用跳躍式的一個這個進步 那非常的迅速 那為什麼他具備這樣的一個能力跟能量 其實在這個柯林頓時代 那時候包含像華盛頓郵報的調查 還有華爾街日報的調查 就認為說其實這樣的一個超級電腦 就是柯林頓政府任內 那等於透過這個商業的一個放寬的管制 然後讓偷偷的賣給中國 那在這一個有一個華爾的調查是說 一九九八年當年那時候還是柯林頓執政 當年出售給中國電腦的一個數量 是前面七年的九倍之多 也就是在那一年突然暴增 這個數量變得非常的多 那這樣的一個超級電腦可以用於什麼 超級電腦基本上在軍事上來講 最簡單多用於核武就是模擬核四報 所以我們看到後來中國對外宣稱說 他不再進行核四報 但是他的核武彈頭繼續打造能力也提升 為什麼 因為他有超級電腦可以進行模擬 再來就是很重要的這個導彈 就是他的載具如何能打得準 剛剛講導引系統 另外就是說他的電腦要能夠 非常精密的計算彈道 包含你攻擊的一個路徑跟彈著點 同時同樣在防禦上面來講 你要能夠預測敵方的導彈 攻擊你的時候 你如何進行攔截 最後還有一個很關鍵的 這幾年這個中國 他的太空發展不斷的也要進 我們看到他的火箭的一個載具 那包含這火箭的發射 這個升空事實上也需要超級電腦來計算 同時還有他的這個衛星的發射等等 那衛星又等於輔助了他的導引系統 所以這一連串的技術外線 從先前原本柯林頓內部以為 不以為意只是名這個商業用途 但是其實都被解放軍拿來作為軍事用途 那這樣的一個這個技術的洩漏 他們這些包含像華油跟這個美日電訊報 華爾街日報 甚至有一個學者叫霍羅威之 他出了一本叫做美國左翼黑皮書 裡頭其實是指證立立 指說克林頓政府 基本上還曾經從外國的政權去收取 所謂數達高達數百億 數百這個數百萬美金 這樣的一個資金 那後來換取所謂放寬這個技術給中國 那類似的指控其實層出不窮 非常的多 那最後這個比較明確的是說 曾經的確有兩家公司 疑似就是中間這個洩漏機密的一個 這個不能說白手套 就直接的一個關係 那中間包含有一家叫羅拉 這個太空 羅拉太空公司 那他的一個董事長 那曾經在這個克林頓 一九九六年大選的時候 基本上捐了一百五十萬的 這個政治現金給克林頓 那後來這一家公司被發現說 克林頓為了放寬 這個對中國的解禁 曾經下令 就是原本像類似的一個軍事科技 他的審查應該是在國務院 但是把他改到商務部去 那改到商務部 他認為商用 所以他就放這個 這個放寬的 這個時間就很快 他在一九九八年之後 那就開始有放寬 類似的技術給中國 另外還有一家 修師電子公司也一樣 這兩家公司後來都被調查 而且同時都被這個罰款 前面這家高達一千四百萬美元 後面有三千兩百萬美元的罰款 也證明說這樣的一個 等於說技術的一個違規 違法輸出給中國 的確是這個被正義的 所以整體上來講 的確我們看到從民主黨 在克林頓政府時代 就用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金錢 背後可能用政治現金的方式 用收買的方式 然後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 企圖去收買 所謂的克林頓政府 或者滲透也好 那讓解放軍可以順利用 這一個所謂表面上 民用商用的一個名義 然後直接獲取真正非常敏感的核武 跟超級電腦的一個技術 那這樣的一個手段 其實到現在都還在進行中 美國大選剩下最後關鍵六天 那雙方陣營殺到刀刀劍骨 可是選戰歸選戰 軍事歸軍事 特別是在軍事上 這個封殺中國的力道又加大 對我們看到這個星期 美日的這一個力艦的軍演 那當然如火如荼在進行中 那先前事實上 這一個美軍的F-35B戰機 從美力艦號兩棲突擊艦 就特別升空 跟日本新獲得的F-35A 這樣的一個空中進行聯合演習 也這個已經先進行 那等於說在測試雙方的一個 空中的一個聯合作戰的一個默契 那我們知道說美日之間事實上 有簽訂所謂的這個武器相互保護的協定 也就是說今天不管是美機或日機 或者美艦或日艦遭受到解放軍襲擊之後 另外一方都有義務要去協助或保護對方 那同時我們看到美國持續加大在這一個 等於日本這個第一島鏈部署 所謂的逆中戰機的一個數量 那這個持續在進行 那特別是在這個日本的嚴國基地 那這個基地其實是可以說是美軍的 所有的海外基地裡面 最接近北京的一個美軍基地 那除了當然左側還有所謂左士堡 他是屬於海軍基地 但是要部署戰機來講 這個陸戰隊的基地在嚴國機場 他等於說先前本來已經有一個第十二航空隊 他有一支第121的一個作戰中隊 本來有這一個16架的FA18CD比較舊要換裝成F35B 那現在近期突然又再增加一支叫做二四二的這個作戰中隊 等於未來會有兩支 那至少有三十二架F35B逆中戰機部署在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在這一個區塊美軍要加速部署 所謂F35的逆中戰機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前一陣子我們看到解放軍的殲二十 他等於是同樣他號稱是所謂逆中戰機 那從這一個本來 原本過去安徽五湖的基地 有一些數量前進部署到所謂的浙江的曲州 那所以那個動作也被視為 可能是對日本的釣魚臺 可能是對臺灣的一個空房上面的一個威脅 所以美國的這個在這個日本基地加速部署 F35戰機的一個速度 也相對於這個相較之下 也非常的一個加速進行 那未來其實有外界評估過說 其實到二零三五年 可能到這一個美國在印太地區 可能會部署的這一個逆中戰機 不管是南韓日本 連美軍自己的一個數量 可能會高達五百架以上 但是我們看到解放軍現在的殲二十 還是受到他窩散十五發動機的一個 技術性的一個困擾 他的一個數量 日本評估目前還是只有二十四架 所以雙方在這個第一島鏈的所謂逆中戰機 的一個對比跟戰力的一個攻防 其實中國還是遙遙落後於美國 所以我們看到整體的一個數量來講 你看光日本的一個空中自衛隊 就已經準備要採購高達一百四十七架的F35 包含A型跟B型 他的出雲級的這一個 本來是直升機護衛艦 現在要改造成輕航母 未來可以搭載至少十二架的一個F35B 那還有一艘加賀號 也準備 也準備在這一個改裝之中 那等於說這個除了日本之外 其實先前還有傳出說 美國有可能用租借方式 其實提供給F35B戰機 那如果說未來解放軍加大對臺的威脅 當然臺灣的F35戰機的這個需求 就相對提升 而且我們看到近期美國對臺軍售 其實已經可以說毫無射限 那等於說連攻擊性的武器 都提供給臺灣 如果未來臺灣也可以進一步 其實數量不用多 我們只要能夠保持 這一個一定的一個戰力 能夠再遭遇他第一 這個解放軍對臺的第一波襲擊 能夠有有效的戰力保存 那有部分的F35戰機 可以持續升空的情況之下 其實臺灣的一個空防 就非常難被他用所謂的導彈瓦解 那再配合地面上海空各式的一個 高達上千枚的一個反艦飛彈 對解放軍就有一個可以全面反制 跟全面襲擊 那阻礙他渡臺的這個過程 那同時等於解放軍他的殲20 在整個西太平洋 特別是第一島鏈 也非常難以發揮 他的一個戰力跟作用